天馬丸麵包家 因為早前不獲業主續租而被迫遷 日直師傅九夏曾擔憂前路 事計一個月後 九夏來到九龍城重開麵包園 大部分員工跟隨九夏來到新店 新店比起天馬丸當時更大 九夏稱要慢慢適應新店的格局 新店仍是做健康和無添加的麵包為主 價錢和以前差不多 來到新店 九夏製造新款麵包給九龍城街坊 例如這款法式麥包 開業不久 吸引了不少人慕名而來 更有天馬丸街坊專程來光顧 獅子大叔、敏叔和獅子祝賀九夏開業 這個市場大叔、敏叔和獅子大叔 和獅子大叔、敏叔和獅子大叔 最新鮮的海外